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主席,我想你 我講規程問題是37A 我之前上個星期交了3,042條修訂案要你處理的,按照37A 現在我桌上還有3,000多條 在我寫字樓也有3,000條,總共是1萬條 按照財委會37A提出的修訂案是需要你處理的,不是在這裏討論表決,是處理了之後 就要表決會不會處理,很多人都搞錯了 你現在沒有回答我任何事情,但秘書就告訴我,你上次已經做了一個裁決,不再收這些修訂動議了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第一,我未獲告知,第二,我在會上也未聽過 你拿回那些只是逐次紀錄出來了,此其一 第二,即使你有說過,你這個也不合法 至少你每條看過,選了哪些不適合,你扔掉它,好像張超雄那樣 你一千條,你留下二百條,行不行 你也要做,也有個過程 但你沒有看,又不做 所以我要求,你等一下一定要給一個很具體的答案 我今天就要提的了 好,你講完 好,我現在,李卓人議員是甚麼規程呢? 李卓人議員是甚麼規程呢?